来人从高楼鱼耳下 下一秒身体伸出了血液 快速回到了身体中 错位的手脚 也在逃跑中逐渐恢复无常 最近惊锁韩剧 命运连结的第四节 吴振谢愈发地好奇 自己右眼的来历 便来到了当初 救了他的医生住处 医生在性命的威胁下 说出真相 两个月前 吴振谢重生求致时 讲明了自己 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后 于是医生趁机 做了一个实验 拆掉麻醉的药效 在拿出之前 东秀丢掉了眼球 取在了吴振谢原本的眼睛 虽然拍了一个叫 幽振的人监视 吴振谢第一次了解到连结 将他曾经知名了 正道要求的生物研究 关于活体移植 革命性的发明 一线人员表示 哪个长生不老 没有关联 而现在吴振谢 也拥有了不死之神的一部分 他此时 对眼球的原主任何东秀 好奇起来 何东秀 正为了让警察 相信自己不是凶手 努力地证明着 他也就警长 带自己来到顶楼后 亲自折断了自己的手腕 从而张图了手铐的束缚 警长震惊之余 听到了更为匪夷所思的事情 何东秀通过丢失了眼球 警察还能看见遗志者的视野 他此时正担心着凶手 是否归队的三个小学生下毒手 于是何东秀 希望请他协助自己 全面向的警长 辜负了他的信任 确定警长 都在和自己的手下 用手机联络着 此时还决定 将何东秀的特异功能 公布于众 这件何东秀的心彻底凉了 于是他张开的手铐 纵身 当何东秀的音乐为渠道 成功共享了视野后 无人写在手机短信中 打出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很快他便接到了来电 连任自此 开着正面交锋 修了许久的女人再次出现 他带着何东秀 来到废弃的电影院中 别用刀子 证明了自己也是连接者 我说的这些人 我对你 我对你 看起来 你 我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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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废弃的电影院中 他重新认识在面前这个叫李朗的女人 也即将是其孤独人生的灵魂伴侣 随即两人坦诚相见 坠入爱河 吴贞谢此时已经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一个侵犯的何东秀割去版权的男人 睡眠中的何东秀突然有所感应的起身 他看到了吴贞谢放弃了伤害小学生 瞄准了一个穿雕的男人 以上就是命运连结的第四集